近日有网友在阿纳亚景区遇到李承炫和女儿Lucky 看来难得空闲下来的李承炫也给自己与家人留出假期休闲放松 从网友晒出的照片来看 当天李承炫身穿沙滩短裤装扮清凉 直接赤膊上阵大秀性感八块腹肌 优越的肌肉线条可谓十足抢劲 身旁的Lucky则身穿可爱风泳衣 头上还戴着配套泳帽 整个人看上去更是俏皮甜美 从网友的叙述中可以得知 当时李承炫从该网友身边走过 该网友并没有第一眼认出对方 但是依旧被对方的高颜值气质吸引 下一秒反应过来才认出是李承炫 该网友还称赞李承炫是不可多得的好爸爸 从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李承炫手牵着女儿下海玩耍 细节之处能看出李承炫的确足够细致 格外注重女儿的安全 父子俩在海浪中尽情奔跑 画面着实温情四溢 画面中Lucky的大长腿也是十分吸睛 可以看出小姑娘真的是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不但继承了妈妈气威的美貌 身材与气质 或许更胜于妈妈气威 一看就是地道的美人披子 下海之余父女俩还在沙滩上一起消遣 李承炫也给予女儿无微不至的照顾 此前气微官宣怀上二胎的喜讯 所以当下李承炫便担负起照顾女儿的重任 在生活上给予大女儿更多关爱 前段时间有媒体还拍到李承炫带着女儿Lucky 外出做核酸的场景 小Lucky动作自然地挽着爸爸的手臂 可以看出父女俩的关系的确十分亲密 在此过程中 李承炫也格外照顾女儿Lucky 展现出一位合格好爸爸的本色与风采 你能看出私下的李承炫带娃能力实属一流 也难怪在镜头面前 气微总对自己的这位外籍老公赞不绝口 除了是一位称职的好爸爸之外 李承炫也是不折不扣的宠妻狂魔 她与气微之间始终如一的深厚感情 更是惹人心线 前段时间夫妻二人还特别拍摄了一组亲密照片 借此大大方方的嗅甜蜜 从气微的采访中可以得知 生活中的李承炫格外尊重她的意愿 尽可能地迁就气微给予宠爱 在气微生Lucky时 李承炫为了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一度暂停工作回归家庭 如今气微怀上二胎 李承炫照顾家庭的同时又开始营业 真的很优秀 也对家庭孩子负责 早前气微曾透露 二胎宝宝会跟随自己的姓氏 从当下气微的状态来看 身为孕妈的她被家人照顾得妥贴周到 其中势必有老公李承炫的不少功劳 不过近期气微因为被质疑直播卖假货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相信李承炫也会陪伴在她身边 给予安慰与支持 也希望这件事能够早日有个结果 最后一起期待气微顺利生下二胎宝宝 相信再度升级为父亲的李承炫 依然会成为带娃主力军 众所周知 李承炫是七微的老公 一家三口可以说是娱乐圈 令人羡慕 憧憬的家庭 但大多数人都只了解七微 甚至还有人认为 李承炫就是在家吃软饭的 那这次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真正的李承炫 奶爸李承炫 也有着一段心酸的过往 李承炫1984年生 出生于美国 毕业于韩国唐国大学 李承炫从小在美国生长 也在美国读书 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 李承炫的家庭也是极其优越 算得上是一位富二代 在2002年 李承炫来到韩国 经辜负的建议 从事了演艺事业 一个人不断地练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 被经纪人发现了 这位优秀的小伙子 加入了当时的take组合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是随着组合的各种原因 最终选择去到中国发展 可是要想去到中国发展 想要离开经纪公司 也实属不易 当时的李承炫 也是支付了高额的违约金 十亿韩元 这才能够离开公司 来到了中国 李承炫在韩国 还有着另外一段伤心往事 李承炫在韩国成为了艺人 她的妹妹Joanna 也成为了艺人 2001年 李延志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随后发行了音乐专辑 First Love 却在2012年出演了韩国选秀节目 Superstar K4后离开了韩国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当初的李延志 甚至被称作宝儿的接班人 她的容貌 也貌似如今的赵丽颖 可是没想到的是 在2014年的11月 李延志在美国发生了交通事故 最终于12月去世 年仅26岁 这件事情对于李承炫来说 也是不可磨灭的灾难 以安以轩分手 在与契微结成良缘 李承炫一直不被看好 大家都只了解到契微与李承炫 但是又有谁了解 安以轩与李承炫的故事呢 2011年 李承炫签约了华音鼎天音乐文化有限公司 在2012年参演《结婚狂想曲》 李承炫结识到了后来的女友 安以轩 安以轩也一直深爱着李承炫 当时的安以轩就如同如今的四小花蛋 名气也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作为黑道千金 安以轩一直都被大家所关注 两人在电影拍摄的期间 关系也是越来越好 虽然李承炫对安以轩也非常好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 安以轩对李承炫的好是刻在骨子的 任何事情都不忘记李承炫 安以轩为李承炫介绍了不少资源 帮助她的事业 也愿意陪着李承炫参加一些咖位并不高的活动 自降身价为李承炫争取到好的角色 对于李承炫的作品宣传甚至比自己的还要细心 可以说做到了事无巨细 虽然说安以轩喜欢着李承炫 但喜欢并不意味着会长久 两人的感情最终还是走向了终点 仅仅维持了两年的时间 大家即使不了解分手原因 但是还是能够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猜测可能是因为李承炫与契薇的相遇 这也导致当时的李承炫也遭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2012年 李承炫与契薇在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相遇 也时常被发现两人有着情侣的暧昧 总是在一起吃饭逛街 这时的契薇也被大家认为是小三 插足了安以轩与李承炫的感情 或许是不希望契薇遭受到外界的舆论影响 李承炫也是直接表明 自己已经与安以轩和平分手五个月 但是事实如何我们并不了解 契薇与李承炫在2014年6月份公开了恋情 9月份结成了良缘 时间之短让大家一直不认为两个人能够走得长远 在两人生下了女儿Lucky后 顾及到契薇的事业 甚至放下了自己的工作 做起了一位家庭主夫 本就不被大家看好的感情更是雪上加霜 甚至让李承炫一度陷入自我怀疑 患上了一年的抑郁症 但也是因为在家做全职爸爸 他也感受到了全职妈妈的辛苦 如今的李承炫回归舞台 也是因为Lucky长大了 他可以安心地搞事业了 我们也因此看见了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 帅气惊艳的李承炫 在李承炫接替契薇成为心动的信号 第五季的观察员后 现在甚至有传言说 气惊要代替李承炫回家做起全职妈妈 但最终如何 我们敬请期待 气惊与李承炫的关系 一直是大家所羡慕的 在两人一起参加真人综艺节目时 李承炫对气惊一直都是温柔的 小打小闹也完全不会发脾气 甚至会去迎合气惊满满的宠溺 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气管炎 也感受到了李承炫对气惊的爱 在节目中 气惊早起赖床 李承炫也只是轻声细语地叫起气惊 帮助她清醒过来 但是如果是日常生活中 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很让人羡慕呢 简直像极了偶像剧 气惊也一直愿意做李承炫忠实的粉丝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 甚至与李承炫一同上台表演 嗅到了一众观众 大家都称这可是夫妻不犯法 李承炫为何能够如此幸福 她又有何过人之处 小编看来 李承炫虽然一直饱受争议 但她的爱是真诚的 刻骨铭心的 为了气微和Lucky 能够一直忍受流言蜚语 虽然也有过颓废的时候 但也一直坚持了下来 她的担当是很让人值得敬佩的 李承炫为了爱 为了当时更好的照顾家庭 为了未来生活更加幸福 她挺身而出 成全了气微 气微也在Lucky长大之后 鼓励着李承炫 也希望她可以重新回到舞台 回到自己喜欢的事业之上 而没有让她继续做着全职爸爸 最终李承炫也是抓准了机会 就往上冲 走到了观众的事业 李承炫能够一举成名 与她的家庭离不开关系 但她的家庭能够幸福 又与她离不开关系 没有李承炫的甘愿牺牲 就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 但李承炫胜就胜在 她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她爱着气微 爱着Lucky 爱着自己的事业 所以哪怕曾经的李承炫 有过种种不利的舆论 但是她用真诚 打动了所有人 给予妳的舆论